9月9日和11日 来自凤凰卫视和央视的两波记者团队 先后来到了位于俄罗斯滨海边 江区埃尔谢尼耶夫市的进步飞机制造厂 探访了俄军最新型武装直升机卡夫52的生产线 这波巡访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轰斗 也引起了不少网友要不要买卡夫52的争论 而目前对于卡夫52的主要质疑在于 俄罗斯海军为了能在西北风级两气攻击舰和航母上使用 而专门设计了卡夫52的海军型号 卡夫52K 加之现代航空发动机可维护性的提高 和舰载机维护标准的日益科学化 目前的卡夫52基本型 已经能够满足海军的基本舰载使用需求 事实上 如果有需求 采购者还可以选择2017年开始量产的 VTF-2500系列的改进性 VTF-2500P发动机